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我怎麼才知道我可以拿到多少按揭 為什麼申請按揭要找專業房屋按揭顧問 和銀行有什麼分別 申請房屋按揭需要符合什麼條件 我第一次買屋 是不是有很多特別優惠 這麼多樓房買賣的問題 就要聽緊一clickradio 每個星期二播出的樓房按揭101 我何傑文和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會替大家解答不同的樓房按揭問題 千萬不要錯過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天地有正氣 天地有正氣 我們又來了 我們又是五個人出現的 即是五虎將來的 我們基本上 是 有肥龍在的 有初文 有Angel 阿祖 師哥 阿祖 阿祖 這五虎將來 我們要名一下誰做趙雲 關羽章肥 黃中馬趙 新一代 好啊 我們今個星期 肥龍先自首 我基本上沒有看新片 亦都沒有時間去看任何在家裏看片 因為這兩個星期我實在忙到 我都知道你的節目都遲了 是啊 如果大家有留意Facebook 不好意思 其實今個星期仍然有點遲 是因為肥龍不是偷懶 是不斷開會 又或者是出席不同的場合 變成基本上 在家裏 坐著剪帶的時間不多 我已經在趕工了 那你這集星期五 是不是見街的 我希望 我希望 其實今晚 其實我告訴你今個星期 連我們星期三晚錄音 我是星期一的節目都未出現 不過星期一的節目差不多 我跟著就要做星期二的節目 不要緊 我們忘記日子 我們沒有時間性 永恆 少少時間性都有 我今個星期沒有特別看電影 但我知道Truman也看了很多電影 值得說的都不多 都是Q-Time Jag Richard 之前大家都談論過 亦都被我彈過的 這部電影 你在完全沒有期望的情況下 看看Tom Cruise 消磨時間 那是OK的 消磨時間OK 你又不會罵得太緊要 但如果你抱著一個很高期望去看 你一定會罵 所以不值得說 另外 還有看了兩套動作片 分別就是Parker 早前我們都介紹過 不過沒有人去戲院看過 殺手被人出賣 黑吃黑的 都是一般的動作片 有少許劇情 亦都沒有什麼值得說的 如果大家喜歡看 Jason Staying的話 那就去看看吧 另外看了一套叫做Red Dawn 其實我們早期都有介紹過 這部電影 不過亦都相信是沒有去戲院看的 應該沒有 就是說美國 一班年輕人 被韓國的 被敵軍淪陷了 就說一班年輕人 怎樣去打游擊 是否那個Casting 不是很大的 這部電影 只有雷神奇俠 擔江主演 其他全部都是一些 不是很出名的 我記得那時候說 這部電影不是很吸引的 即是吸引不了我們 進戲院看的 而且確是有些 癌殘的 角色 那個故事也都 其實那個故事很大的 所以 我猜他們如果票房好 是會拍續集 不過現在我就不知道了 似乎票房一般 因為 整個美國 淪陷了 靠這班年輕人去救他們 每個地方都有一班人出來 去Fight Back 我忘記了那個City 總之那班人 就叫自己Rutherine 有一班完全是少爺仔 怎樣去對抗那班韓國的敵人 即是那班專業的軍人 其實是沒有什麼說服力的 但我不知道 年輕人看會不會投入一點 但我就 原來是說韓國的敵人 不知道是不是北韓 Olympus has fallen 不謀而合 肯定是北韓 韓國有 南韓無緣無故不會打人的 真的跟Olympus has fallen 不謀而合 又是對付美國 又是北韓人 Olympus has fallen 這是一個remake 是嗎?Red Dawn 有1970多年做過 是嗎? 打什麼中國 打什麼中國 那一套就1970多年 那一套就打中國 但這套是說捍衛本土 那一套就打韓國 即是那時候是中國人去攻陷美國 嘩 這樣也行 不知是1970多年 我錯了應該多數 但這套Red Dawn不是第一套 是嗎?是一套remake來的? 是 有新資料 好 既然阿Sam帶有這麼多資料 那一套都還沒說 是 我終於等到看西柔了 是的 我記得你在Facebook說 是啊 看西柔沒有 我知道阿Angelo說了 冷笑話 不要笑 什麼叫冷笑話 其實我問過你 你又不回答我 冷笑話 我沒有回答你嗎? 你沒有回答我 你覺得 即是我硬要做 那些就叫冷笑話 我沒聽過這個Term 是嗎? 是有這個Term 不是嗎?你沒聽過 是有這個Term 冷嘲熱鳳 冷嘲熱鳳 這個我沒聽過 是嗎? 但其實西柔我覺得 其實西柔 有想法 即是他能夠將 河妖、豬妖和喉妖 即是 濃縮在一套戲裏出來 其實他有想法 我覺得 會不會太多呢? 什麼叫太多? 太多很多不同 即是他去到不同地方 我看到很多太多不同的演員工 我覺得他串得不錯 即是他用河妖 他帶出了唐三藏 這個角色 即是陳元莊這個角色 然後整條計畫就是 他要對付一隻豬妖 因為豬妖很抽得 於是他就要去找一隻喉妖 去對付一隻豬妖 但其實喉妖 其實是更辣手的 我覺得 所以他會跟原本的西柔妖 是會有少少出入 但他的角色扭得很好 即是如果你用很多年前 劉振偉和周星馳合作那套西柔妖 去補 之後劉振偉再拍《情癲大勝》 他又是說陳元莊 即是唐三藏的話 這套我覺得出色很多 如果是跟那套比 你跟哪套 跟《情癲大勝》比 對呀 《情癲大勝》我看過 我覺得很勇敢 但因為特技多 當時《情癲大勝》是 謝霆鋒做《妖王三藏》 他不是不明白 但我覺得他玩得太過火 玩得連《蜘蛛俠盒》都玩了 其實周星馳的電影 沒有周星馳 本身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缺陷 但這次《西柔》也是沒有他 也是沒有 不過你會看到 周星馳作為一個導演 他也是用回自己的兩三道版斧 即是一些抄漫畫 比較誇張 都有一些亮點 你不要強迫自己 跟周星馳的電影相比 你純粹從一個沒有周星馳的電影去看 我覺得 其實不是想像中那麼差 譬如坦白說 李力池和周星馳合作過的《唐伯虎》 到後來李力池再拍《唐伯虎》 找王曉明做《唐伯虎》 差一大絕 完全是不行 但這次周星馳 他自己拍《西柔》 我覺得他也有周星馳式的笑料 當然有人會覺得是舊的 的確是舊的 但技術方面有進步 哪方面技術 反而我覺得特技不是很滿意 那些妖怪 但我覺得如果他這樣做 他有趣又有趣 他可以分兩套三套來推出 我說不是吧 其實我開始有些押底 因為他第一幕出《河妖》 那隻河妖真的 有點噁心 真的很假 那些特技是很假 但去到《豬妖》那部分 我覺得開始有一點點看頭 我最喜歡《豬》 但是始終特技不… 如果周星馳強調他喜歡玩特技的話 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西柔》 你就不要太留意特技 反而我覺得他在人物設計上OK 他找一個很帥仔的來做《豬八戒》 然後他真的找一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豬魚 還是小朋友 他找一個豬魚的身形或小朋友 去做《豬八戒》 然後每個都高過他的 其實我覺得很有Feel 真的像一隻猴子 我覺得他在角色設計上 是OK的 而且他裡面很多配角 他都是找回香港演員去做 也有那種… 奇怪的味道 我覺得… 整體來說 你覺得那個想法是OK的 還有那個演繹方面都OK 唯一遺憾就是沒有《周星馳》 是… 但是… 你說是不是好看我不敢說 OK 但是作為一個《周星馳》的粉絲 我覺得合格的了 就是… 的確你看一下 其實整部戲裡面 也真的… 除非周星馳自己做《唐三藏》 但是我覺得現在文章做《唐三藏》 我也會接受的 對… 如果跟之前那套《程典大勝》去比較的話 你覺得哪一套會好一點 一定是這套 這套有脆一點 那OK啦 那已經OK了 你覺得這樣已經OK了 因為《程典大勝》 我覺得去得太盡了 《程典大勝》 那些《程典大勝》是夠的了 其實那些《笑》位呢 全部都是夠的了 譬如空虛公子 有幾個仙女散花 那些仙女是一些阿蟬 那些《程典大勝》 其實那些《程典大勝》 其實用過很多次了 你行為一條龍 或者你看回《零零法》 即是那些 他用一些很傳奇的人物 把他變成很奇怪 就像西門催雪那些 其實他還是用的 其實哪有這麼多好新的少鳥 有時候舊的那些 但你玩得好的話其實都很正的 但我奇怪的是 例如李力池他拍回唐伯虎 他都用回那些東西 但完全不是那回事 那演員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演員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不是演員的問題呢 還有可能導演的問題 明星還明星 明星都有很多不同的格 他未必適合演那種格 其實我想這套《西遊記》最主要的就是大陸市場 所以你看到的很多東西都是以大陸的觀眾的口味為意貴 你說舊巧 因為我們在香港看了很多廠產片 只是覺得舊巧 但以大陸的觀眾來說他們就是新巧 大陸觀眾是不是沒有看過周星馳其他意外的電影 我想數量一定比我們少很多 沒有看過007、008 數量一定比我們少很多 而且還是看新的那些 你會看到周星馳式的少鳥強攻大陸市場 即是他仍然有周星馳式的少鳥在裡面 但是香港人看就會覺得沒有新意 但是可能好像市角說大陸人看就會覺得有新的點子 我相信也是 等於我們去看一些大陸的電影一樣 可能大陸的人已經看得慣了 但對我們來說有新鮮感 就像馮小剛所說 你們都不懂得欣賞《飛城物妖》 即是我會覺得我享受的不是因為很好笑 因為那些位置我也有笑過 即是我仍然覺得我享受他仍然保留他那種幽默感 即是他有一種但那些幽默感你是真的要 要真是很懂得搭周星馳的那些笑片 你才會懂得搭 即是譬如他何妖這樣 他一個赤身露體的男人 即是由一條大魚變成一個沒有穿衣服的男人 然後唐僧就是看著他兩個人對著那些位置 那些靜態鏡頭 即是他真是全身一絲不掛 即是那些位置我覺得很好笑 即是有時候你要搭 當然有些人是比較喜歡周星馳的那些 比較瘋狂、即食的笑料 這樣就會覺得悶 但我相信這些比較含蓄的笑位 是要迎合大陸觀眾的 這個一定的了 大陸觀眾那些笑話 有時候沒有那麼露骨 因為大陸看喜劇和香港人看喜劇 是完全兩回事 這件事是當我看《瘋狂的石頭》的時候 我就開始發覺大陸的所謂喜劇都是一套劇情片 他們那些笑位 我看過很多大陸的所謂笑片 是真的含蓄很多 比港產式的笑位 港產式的笑片是用get來堆砌的 大陸的笑片是用劇情的荒謬感 有點像舞台劇那種喜劇 它是用那種荒謬感去令人發笑 所以你投入不了故事 你就會覺得不好笑 你就唯有當我看得到劇情片 這就是我用含蓄這個字去形容 港產片就是用get來堆砌的 港產片就是用很直接 要不就是玩噁心 要不就是用視覺刺激 很直接的一看下去 你就會哈哈 當我一直看西游的時候 我想回以往香港的喜劇電影導演 例如黃禎 高德超 李力池 以前我看他們的電影我會笑的 現在我覺得他們有點回誕了 但周星馳我仍然會有一兩個位置 我會覺得好笑 可能也因為他小產 即是產量少 令到我很久沒有看過他 這麼秘密的東西 周星馳式的笑話 這個笑話很含蓄 對呀 這個笑話肯定不是冷笑話 這是熱笑話 這個笑話很熱呀 他都籌備了很久 我相信這套電影 其實籌備了很久 他只是說的 籌備了很久 黃家衛說十幾年拍熱韻 他都不是用了十幾年來拍 籌備了 不是 他只是攤了十幾年 可能他有個想法 然後攤了很久 然後幾年前就開始逼迫 但這套電影他找了很多不同名聲 我每個劇都可以告訴你 我用了十幾年 哈哈哈哈 我相信的 哈哈哈哈 那沒辦法 就是這樣就有這種人會相信 但製作社也好像是十幾年而已 哈哈哈哈 一開始就在醞釀這些劇 所以如果你不會有太大的期望 都不失為一套不可以選擇的電影 看明星 我會覺得看這套 有什麼明星呀 你喜歡文章 舒奇 你喜歡文章 舒奇 我覺得舒奇還可以 舒奇能夠擔心的 我覺得他可以 其實舒奇一向都能夠擔心的 其實他這次壓到場 當你沒有了周星馳的時候 你看舒奇和文章 他是有chemistry的 而且舒奇呢 他平時的樣子很性感 但他拍笑片 真的挺不錯的 他挺有火花的 傻妹性格的造型 對 其實我覺得挺正的 所以其實周星馳 他是很懂得用一個人的特徵 去放進一個戲裡面 嗯 這次其實每個演員 每個角色都合格的 但始終可能是因為配音的問題 因為我看廣東話版 嗯 但也是廣東話版好笑 因為經常說香港的slang 即是說粗口 即是他用一些現代香港人講的術語去配 嗯 我又會覺得親切感多一點 嗯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看一下 這套西遊 這套 之航摩編 嗯 OK 好 那舒文搞定了 講完你的話了 講完啦 我要講一下Sam 為什麼你不看 那套The Great Gatsby 你不是說會看的嗎 為什麼你竟然可以不記得看 他說不 他是看了 他不記得了他看了 自己看了 不記得了自己看了也可以 那真的不好看 真的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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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我想問一個問題 他為什麼要3D 蛤3D的 我3D 他有3D版的 他看什麼3D 我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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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Great Gatsby 3D大亨小轉 他邊拍會3D 他邊拍會3D 我是看了3D的 有沒有效果 他看了3D 有沒有效果 他的頭髮動 沒有啦 但是Leonardo說他拍3D的時候 他覺得這個3D的Version 真的好像自己 觀眾可以看一套舞台劇 哦 他在他家是真的挺像的 舞台劇 是不是 其實3D效果做得不錯 OK 就是 其實你很難說 他說的3D做得好 好得是你不覺得你在看3D 還是 真的好3D 所以很難說 算了 我們3D效果先拿開 整套劇 你覺得不好看 為什麼呢 不好看 就 故事的pacing 就 慢 其實這套故事也舊了 所以其實那個 那些surprise twist 你都知道什麼時候來 就是說導演沒有加入一些新意 不是 故事 但是新意得來 你可以加入魔物 我不知道 但是你沒有看過以前的版本 沒有的 對 但是他 你有看過這本書嗎 沒有的 也沒有 上一次 這個導演 跟Leonardo合作那套 劉銘歐與朱蕾葉的後現代激情篇 什麼來的 你有沒有聽過 你有沒有看過 其實我喜歡那套 Romeo和Julia 我沒有看過那套 我沒有看過那套 現代激情 那套是Decabio的處女作 第一次演出 是嗎 不是吧 那套 除了 除了童年那套 他做主角 他做主角的第一套 但是我欣賞那套 因為他是把整個Romeo和Julia的設定 放在現代 兩個黑幫的家族去對抗 對呀 這個是一樣的 Greed Gatsby 但是他用了很多現代流行曲去託 對呀 只有這個 是很有趣 但是故事仍然是那個年代 對呀 我想他的atmosphere拍得好 他在Gatsby的家 派對的那些 情況 幾個人 OK 接著Decabio 我也挺好 我也挺喜歡他的 所以他都 扮囂 那些有錢仔 很mysterious 如果兩個多小時 不要看都挺窄 Tuman聽說你跟手回香港 要捱一下 對呀 我想說那些家人 我想我陪他看 對呀 亦都預告了 Tuman 在兩個禮拜後 就會有幾個禮拜 回到香港 OK 不要插話題 OK 繼續說回 Decabio OK Maguire 都OK 沒有想到他死到這樣 在spiderman3 做到這樣的事情 真的沒有 每個人都OK 不是 那個女主角是不行 女主角不行嗎 沒有chemistry 即是 只努力 逼到他們 對呀 他們兩個 所以我覺得很 對呀 愛情故事沒有chemistry 都很嚴重 對呀 因為那個女生 我覺得太 她 她很 沒有 emotion 應該 應該 這個女生 應該可以發揮 因為她已經結婚了 對呀 她結婚之後 又遇上Gatsby 即是她經常有個 懵懵懵懵懵的樣子 好像一片空白 哈哈 OK 即是你跟 你又見回你的舊愛人 你又結婚了 應該好像很慘 但她的樣子不太慘 但我看過一些 1974年 羅伯烈福的 版本 的版本 的movie review 評價都不是十分高 但那個女主角的老公 我不知道是誰做的 但她也不錯 是嗎 她就 我看review 我也是覺得 我的眼睛也是看著她的 她也做到那個 即是有 一腳大損船 出去 找 然後 但是 對了 最過癮都是她 一開始 我覺得Decarpio 其實一開始 好看過她之後 即是 你知道她為什麼要做這麼多事情 但之前 你什麼都不知道她做什麼 只看到她很囂張 很囂張 很囂張 這個character 但一變回 就 我好愛你 快死了 我就救命 OK 即是說 概觀定論 我可以省下 完全 ignore 這部電影了 你看看 要你陪她看 你也要看的 不是的 第一 我就不喜歡那個年代 我已經一早表明了 我喜歡那個年代 都可以翻一下 第二 就是這部電影 一說到Gatsby 就令我想起木村託哉 就 就 我也是啊 就 ruin整個形象 你還想起木村 我想起羅海鵬 我還沒說完 我想完木村 之後 就會令我想起鵬哥 噴霧廣告 那個 那個 對 所以 不行了 這部電影 還要加上你這樣說一說 之後 我連看影碟的 都省了 收得 那這些大片 OK 上個禮拜都沒有東西出 沒有啦 只有這部電影 那些勁敵都來的 勁敵 有 不過我們還沒說 Star Trek之前 Sam還有沒有看過其他電影 我有 我看回Dread 記得嗎 特警官官 很久之前的了 你嚇到我 你嚇到我 史太郎那部 那部 那部是Dread 這裡是Dread 我在戲院看了3D版 然後回家看2D 你回家看嗎 好看啊 好喜歡啊 我好喜歡這部電影 我看三次都可以 OK 但是3D是差很遠 因為它 讀品那裡全部都是慢鏡頭 然後其實真的差 就是3D是好 就是 那麼多電影 就是Besind Life of Power 我覺得這部電影做得3D最棒 是嗎 好 我都看了 不過沒什麼印象 這部我 skip了 好 就是那個atmosphere 就是其實你如果知道 漫畫那些feel 它差不多是一個漫畫拿出來 拍到一套 但是拍到漫畫的神髓嗎 有啊 好比Marvel那些 反而好比Marvel OK 好 好了 輪到史葛 史葛來了 好啊 每個禮拜都有很多資料 每個禮拜都有寫下notes 是不是有日劇 不是 今次是外國 外國就是兩岸三地 中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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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講三套 三套戲 就是 輪著之嘴 中就是趙薇那套自青春 哦 大家知道 這是趙薇首次執導的作品 我聽過有人說她是大陸版的那些年 那些年 那個題材就差不多了 都是青春校園 青春校園 但是趙薇導演而已 趙薇導演 其實這裡是她的導演 是畢業作品 因為她讀導演 導演是的 她不是導演員 這個是畢業作品 但是她的畢業作品 比較大型一些 可以找到很多人幫她忙 包括王菲也幫她唱主題曲 那 以戲論戲 這套戲 其實這套戲本身 我覺得 就不是這麼突出的 只不過就是因為趙薇的名氣 還有她那個故事 在結尾裡比較 就是比較有意思一點 就是跟一般青春校園片 因為她的結尾是說到 一個人去追尋一些真正的愛情 她應該抱著什麼態度 我覺得這件事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那 Anyway 這套戲 都是近期來說 都是比較可觀一點 就是以大陸的 以大陸的影片的水準 大宣傳部把她和那西連比 其實真的害了她 是不是呢 都不是的 人們會貨給貨 其實根本是兩樣不同的東西 OK 如果相對來說 我覺得趙薇的這套 比那西連來更加有深度 更加有深度 更加黑滑出 青年人對愛情的態度 有時候太有深度 就有靈驗 然後 中港 港產片 我看了 郭富城那套同謀 其實這套 大家都知道 是C加偵探 B加偵探的下集 其實應該叫做A加偵探 但她懶得叫A加偵探 也叫做同謀 她的角色叫陳什麼 陳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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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家看過C加偵探 或者B加偵探都知道 它是發生在泰國 不是發生在香港 所以前兩套 為什麼 都受到大家注目呢 因為她是在泰國拍 有些所謂異角情調 還有會拍出一種 我們不是那麼熟悉 而又有新鮮感的效果出來 但是相反現在這一套 她雖然都是發生在泰國 但是她說的故事 非常之老套 她是為父 找出殺她父母的仇人 跟B的精頭C的精頭 不同的故事 所以故事比較老套 所以看起來 沒有前兩套 即使加上張家輝也沒有 尤其是張家輝的角色 簡直是得淡屎 得淡屎 她也是偵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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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看過了嗎 不是啊 張家輝的角色不錯 她其實是有不止一個張家輝 又是這樣 總之我自己覺得 成績比不上前兩套 郭福成不夠突出 但張家輝也不錯 你覺得哪一套好看 當然第一套 所以我以為她加上張家輝是想救一下 這套系列 但是如果你覺得她失敗 講完第三套 第三套就是台灣片 就叫做大美龍曼 大家可能對這套戲比較陌生 但這套戲是本年台灣最賣座的戲 但我想罵這套戲 大美龍曼 這套戲聽說 已經賣了三億四億台幣 為何她賣座呢 其實這套戲就很... 即是很怪雞 這套戲本身是一個懷舊片 其實那個招式不是太新的 是講兩個相同樣貌的人 一個是黑社會大佬 另一個是江湖術士 偷一個拐騙 最後兩個對調了身份 其中一個被其他幫派殺死了 江湖大佬又幫她報仇 為何這套戲賣座呢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那個男主角 男主角在台灣很出名 叫朱哥良 朱哥良是一個很久的演員 由台語黑白片時代 做到現在的 還有她整套戲 差不多百分之八十幾的對白 都是用台語來講出的 還有她是一個滑稽化的黑道片 我想台灣人看來是很親切的 我們看來有時候就不知道她說什麼 因為不熟悉台灣的背景 不是因為她用台語 我想她的感覺就是這樣 但無可反應她也是拍得很好 以一套喜劇片來講 她也是拍得很好 但這些可能不懂笑 懂不懂笑 懂的 懂的 因為她的故事很簡單 她很多時候都是用一些動作 即是你不需要掌握到這些對白 那你想罵什麼 剛才你說想罵 很無理談 我看一開始已經覺得很無聊 你不習慣台灣人的 而且她說台語 我覺得真的懂台語 你會覺得好笑 那你越不熟那種語言是會差一點的 你會笑的 但是 可能台灣的黑幫 和香港的黑幫 又會有些少許不同 對一來一來完全不同的感覺 你投入不到他們的世界 對 不要緊 等一下part 2你可以投入 這個香港的黑幫世界 那你有沒有看其他戲 我今個禮拜 全部都是看古惑仔 外傳和正傳 那你留下part 2再講 還有看了一些視覺借給我 但之前都看過 帶了去翻看 那哪一套你想說 都沒有的 好了 那你介紹新片 新片其實今個禮拜一套 也是大片 就是剛才我們也在黑邊說過 就是Star Trek Into Darkness 中文是什麼 星空奇遇 星空奇遇 記的 Into Darkness 我不知道它怎麼翻譯 為什麼你要知道中文 為什麼你要知道中文 你突然想著中文 那Star Trek基本上是老牌電影 不過它的演員全部的casting轉 我覺得上一集我喜歡 是嗎 你不喜歡嗎 我喜歡 我一點Star Trek都沒有看過 它反而之前那些我不喜歡 之前那些我覺得它太靜態 舊的那些 series 就算它下去探險 我都覺得不夠刺激 之前我只是懷念閃撲 之前那些 但是它remake第一集 就是上一集我 我享受到 今集我看 trailer 就似乎都感覺不錯 OK 即是它那些動作場面 或者其他的感覺上 看上去 都比起以往的Star Trek系列 更勝一籌 我覺得 我覺得 即是我在說 trailer 我還沒看過這部電影 但這部電影 我會不會有時間看呢 就是一個問號 因為這個星期我照樣是忙的 我看看這個星期有沒有時間看 我看硬 你看硬 知道壞蛋是誰嗎 不知道 是Benedict Cumperpatch 他現在最紅是因為 英國福建摩斯的劇集 他是做福建摩斯 所以那些人一看到他是做壞蛋 就瘋了 因為他好像是第一套 Hollywood debut 好像是第一次出來演戲 現在的大片對大國的要求很高 其實是大國出道的 很多時候 如果你演得好 你由小丑去到Mandarin 對 都很難的 基本上 這個星期這一套是大片 大家可以 而且一定可以收到的 因為很多Star Trek迷 一定會看 我怕我殘眼而已 我相信他也會吸納到一批新的Star Trek迷路 因為他現在拍出來的感覺 沒有了以前那種 貓 我回看舊的 我有一種覺得他很貓的感覺 他這一集 簡直是沒有了那些感覺 那些叫懷舊 連我本身 不是懷舊 那種是貓 不同懷舊 是兩樣東西 我以前看舊的系列 我是不是那麼頂得信 但是這個新的Trailer 看完之後真的有幾分吸引 我沒有進戲院看 《天驗星空奇遇》 我一向都不太太看 Star Trek 但是這套我都有少少看過Trailer 蠢蠢欲動 好 現在那些人怕Star Wars第七集 就像Star Trek 是嗎 因為導演也是在拍第七集 哦 所以一樣導演 同一個導演嗎 對啊 Abrams拍第七集 不如把兩晚系列 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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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了36分鐘 糟糕了 我數了這個北美十大 之後 Part2回來 Angel可以投入這個 香港的黑幫世界 沒錯 待會見 這個時候 肥龍跟大家倒數 北美十大票房的情況 今星期的第十位 找來一套上海十個星期的 迪士尼大片 Os the Great and Powerful 上星期排第八 今星下跌 兩級 收到有108萬票房 而總成績是2億3026萬 第九位 找來上海三個星期的一套 搞笑愛情電影 小品電影 The Big Wedding 上星期排第六 今星下跌 三級來到第九位 收到249萬 而總成績是1828萬 第八位 找來上海三個星期的 Mud 上星期排第七 今星下跌 一級收到254萬票房 而總成績是856萬 第七位 找來上海八個星期的動畫電影 The Cruise 上星期排第五 今星下跌 兩級收到361萬票房 而總成績是1億7千322萬 第六位 找來湯佬電影 上海四個星期的Oblivion 上星期排第四 今星下跌兩級收到411萬 而總成績是8191萬 似乎距離過億 還有一段路要走 第五位 找來上海五個星期的黑人歷史電影42 上星期是三甲貴君 今星下跌兩級收到459萬 而總成績是8467萬 來到耿頸四的電影 找來一套新上畫的電影 這套似乎是溫哥華 不見有得上映 叫做Taylor Perry Presents Peoples 一上畫收到461萬票房 進入今星期三甲位置 第三位方面 找來上畫三個星期的Pain and Gain 大隻佬電影 上星期是亞軍 今星下跌一級到貴君位置 收到500萬票房 而總成績暫時是4161萬 至於頭兩位 究竟Iron Man 3和The Great Gatsby 哪一個可以採冠軍位置 立刻揭曉 第二位的電影 就是今星期新上畫的The Great Gatsby 一上畫收到509萬票房 成績都算不錯 不過始終不夠Iron Man鬥 Iron Man第三集 就是今星期冠軍 上畫兩個星期 今星期收到7253萬 而總成績已經有2億8495萬 似乎要過3億 不是一件難事 轉頭回來 我們會進入 古惑仔電影系列 待會見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音樂是無分各界的共通語言 隨著不同的音樂節奏 會牽動你不同的感覺 當你進入音樂小站的時候 請你放鬆心情 盡情享受音樂 每逢星期二 節目主持 紫欣 會在音樂小站節目裡面 為你準備好豐富的音樂呈現 記得來慢慢品嘗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1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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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喝 的確是一件樂事 1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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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分 1mes sera 《電影大白科》 《電影大白科》 回到第二部份 《電影大白科》 今天講的是... 《古惑仔》系列 厲害 在正式講《古惑仔》這部電影之前 有些資料跟大家講講 第一件事 如果看《古惑仔》的人都未必知道它是改編自漫畫 《古惑仔》就有六套 但原來它有很多其他外傳的電影 每個人都知道 早一脫看《古惑仔》的人都知道是改編自漫畫的 有些新一脫看的都未必會知道 現在還在香港算是其中一本賣得的 賣作的 是一套非常收得 亦都畫了很多外傳的漫畫 漫畫是甚麼時候出的 漫畫出了很久了 很久了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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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過是... 那一套漫畫多人看 那一路... 那些人改編漫畫 終於有人... 九六年的時候 就改編到《古惑仔》這個系列了 就是這樣而已 那它又拍了一系列 其實那些外傳加加漫畫 數成十幾套 由九六年橫跨去到二千年左右 就停了一段時間 近來又不知為何 有幾套《古惑仔》的電影又出來了 就是羅仲謙那一套 《江湖心秩序》 其實看那一套等於看一至六集 我也有看那個 《江湖心秩序》 是呀 即是解釋一下 《江湖心秩序》 《一至六集》 不是吧 即是一至六集所主要的那些東西 已經在那一集都說出來 因為它沒有想著再拍到第二集 所以才會說出來 但其實這樣不錯 不然想故事 另外還有一套是《紮跡》 也是一、三年 《江湖心秩序》 也有看過 剛剛也有看過 我們講回《古惑仔》 《古惑仔》 由第一集到第六集 其實我六集都有看完 我覺得是 如果你說以香港改編 香港漫畫的電影來說 這套是成功的 這套是成功過《中華英雄》 《風雲》 好很多 因為它至少技術上要求低一點 一來吧 不用那麼多特技效果 因為它是說一些 日常生活會有機會接觸到的東西 即是你說之前拍的 都是鄭伊健拍的百分百感覺 都是改編廣漫畫的 都沒有《古惑仔》 那麼有那個味道 我覺得是故事問題 百分百的那些 其實是很普通的男女戀愛 不是 它那個觀眾層面講很多 其實 是《古惑仔》 其實我自己覺得 古惑仔 為什麼當年一出 會成為一種風氣 或者這麼轟動呢 基於兩個原因 一就是看過漫畫 那些年輕人去看 二就是那些沒有看過漫畫 像我這些 都會去看 都會去看 為什麼會去看呢 就因為它 就是講回我們童年那個環境 最主要就是那個環境 以及我們可以在影片裏面 找到很多我們的童年回憶 但是當年其實這部戲上的時候 所以它的觀眾層面是講很多的 比起百分百的感覺 百分百的感覺 只是那些愛情故事 那些 那些 發夢的 那些 青年男女 你說說觀眾層面 其實我反而覺得兩套都會廣 很老實 但是百分百 來於它的劇情 即是很老實 不喜歡愛情片的人 就會完全沒有什麼感覺 就會選擇 跳過 但是其實那些感覺 它也有些笑位 但是真的 差很遠 和你看一套百分百的笑片 是差很遠的 它是愛情為主 所以我覺得很生活化 生活化到一個地步 我沒有必要進戲院看 百分百 但是 《古惑仔》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將黑社會這件事 英雄化了 而且 感覺上很日常生活 因為你都在鬧事那裡拍的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當時 也有很多味道之士 抨擊這套戲的意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絕對有 而其實不是鄭伊健的首選 陳浩南這個角色 是劉德華做的 不過劉德華那時候的歌手形象 太過著重他的歌手形象 所以他就遲演了 鄭伊健就冷手撿了熱尖堆 將他的事業再推上高峰 反而我覺得 我覺得鄭伊健入型入隔的劉德華 如果你相比兩個人 我覺得鄭伊健會比較好 當年劉德華 雖然年紀大 但他的樣子都還要 不是說樣子的問題 而是演出來的感覺 對 因為劉德華很有劉德華的感覺 對 如果你劉德華做 其他山雞的角色 又不會是風火海的了 即是你擔不住 所以其實 不過我們就就著現在現成這個cast來講 其實是鄭伊健加風火海加林曉峰 我經常想劉德華 一做劉德華就會這樣 即是陳浩南會變成這樣 如果劉德華還會蓋過陳小春 其他山雞的角色 如果劉德華做 就不是陳小春的了 或者 故事也不會是這樣的 可能如果劉德華做的話 會找Beyond的了 不是吧 現在Beyond的 Paul也做了 大B哥 所以我就這樣說 可能 事實是沒有發生過 不知道 但結果 現在這個casting 老實說第一件事 就是 上了螢幕之後 那個感覺 有chemistry 我覺得 我覺得是挺正的 而且他用風火 其實風火在當年 也不是真的那麼紅 其實是太紅了陳小春一個 其實陳小春已經紅了 就是紅了陳小春一個 那時候已經紅了嗎 陳小春紅了 是因為 他比較突出 其他兩個 謝天華和 朱永棠 是半紅不黑的 牧師也很紅 牧師不同 品位也不同 林尚義那時候已經做了很多年了 我想問一下Sam 雖然我知道你看不完六集那麼多 你也算是看過 他想看看不完 不要緊 可以之後再看 其實是值得看的 是否覺得自己似顧 我經常等他出復修 那些珍藏版 他都沒有出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 要問出品人 但我想問Sam 你看了頭兩集 感覺如何 用一個比較後現代的年輕人的感覺 哈哈 哈哈 呃 即是要想回第一集 即是昨晚看而已 我都忘記了說什麼 昨晚看完之後 要想回 對了 這些事件發生了 真的有事發生過 如果你就這樣問我 要想一下 對了 有事發生過 我覺得太類似了 是不是呢 六集類似 也是的 對 第二集就比較容易記了 因為有條計劃 就是有優淑貞的那條計劃 即是那條計劃好像出過第一集 即是推出過第二集 第二集 嗯 我覺得 陳小春真是 做主角 我覺得有一個人是帶到整套戲 但第一集我真的覺得 好像鄭伊健你去那邊 即是經常都想不到鄭伊健去那邊 經常都是不同人 然後鄭伊健就打出來 講幾句話 然後就去那邊 然後好像經常都慢慢升級 那樣 第一集的twist 是無疑是沒有第二集 其實第一集 是整個系列的開端 那個感覺是不同的 其實你如果真的看過六集的話 你比一下 由第二集開始 一直到第六集 它那個本質是不變的 就是你一開始出來 就表面風光了 然後總是會有些事 令到你好像陷入了一個谷底 是很危急的 然後最後就會有些事發生 令到整件事是逆轉的 然後最後就贏了 由第二集開始就是這樣 其實孤雅仔的故事性不強 不過是 他是銷售人物 觀眾會好像是 想看著人物的心路歷程 一直變 他的遭遇 其實他的故事性不強 從小到大 我看到第三集就感覺到這件事 就是我喜歡他們的relationship 比真的發生什麼事 就是想想 不如看看你們的兄弟 如何發展多於社團發生什麼事 其實是的 這套很明顯就是 就是我第一集看就沒有這個feel 所以我就想著社團的故事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時候要出去劈 然後沒有 你如果用這個心態去看的話 當然不可以 因為我什麼都不知道 那我就覺得 就是孤雅仔 應該經常在那裡砍人 然後砍人的時候就看得很頭暈 第一集有一個明場面 應該是兩個明場面 第一個就是他們被人滲 然後他們走路 朱永棠即是巢皮 被人砍死那一幕 在橋上走路 這是第一幕明場面 我覺得第二幕明場面 就是林美、吳振宇 被警察一槍砍 那一幕 第二幕 第二個明場面 結果他死在警察手上 這是第一集 但感覺沒有那麼濃烈 第一集林坤很年輕 我最喜歡看那場戲 是大傻那場 西貢那裡 大傻那場 是不是說他拿回車那一幕 給面子叫做傻哥 不給面子叫做傻仔 但他不是用廣東話來講 結果大傻說 你進來吃海鮮藥 投票都可以 那卻說你別來欣�� 又不要去西貢玩 結果被陳厚蘭仍然打 然後又 sell 曉 Infinity 我想大傻真是一個很出色的演員 但很可惜他永遠都是演那一類 舊的啦 等於八兩金這樣演也是那類型的角色 走不掉了,他演不到那些帥仔的 你試試找八兩金做陳浩南這個角色,馬上沒人看 但八兩金還可以說的 Are you free tonight? 當年我看《古惑仔》 是否演戲院? 不是,我已經過來了 所以我是看影碟 我覺得一方面他很寫實 因為他在我們熟悉的地方發生 例如那些景、那些場面 日夜都在那些地方出入 另一方面呢,我覺得他不寫實 不寫實的地方呢 因為《古惑仔》沒有說粗口 當年為什麼不說粗口呢 就是因為他不想列為三級 因為列為三級,觀眾又少很多 問題就是說 我想在香港大的人都會很奇怪 《古惑仔》為什麼不說粗口呢 問題呢 問題就是說 例如新的那套江湖新秩序 就是加入了粗口進去 但是一來那個風氣已經過了 二來新的造型 都給不到別人一個設實的感覺 所以新的那套都引不起大家的興趣 其實新的那套主要問題 我覺得第一大 其中說的是風氣問題 第二件事就是casting的問題 因為當年,風火海和鄭衣健加林曉鋒 你不會在電視上看到他們的 但是現在新的這個Casting 那些演員 其實很多時候都在電視上跳過去的 所以基本上你已經見慣見熟 梁烈維 已經是見慣口面了 變了 我覺得他們打不起這個角色 如果他要做陳浩嵐這些角色 他打不起了 Angelo覺得怎樣 新的那套陳浩嵐 沒有鄭衣健那麼好 完全是覺得沒有陳浩嵐的感覺 沒有大哥的感覺 你又知道大哥是什麼感覺 大隻啊 有腹肌啊 不算大隻 那些瘦那些 新的那套是用何韻詩的 那個十三妹 舊的那套用吳君如 其實都可以的 因為大家可以的 因為十三妹 應該是 鴻興十三妹是一個同性戀者 其實他本身不是的 看了外表 但我覺得如果鬥演技的話 真的不可能跟吳君如鬥 何韻詩 當然啦 何韻詩贏九條街 不是 何韻詩輸九條街 四九條街 比起吳君如的那套 當然啦 吳君如是拿影后的 吳興十三妹 所以 論演技 或者論造型 新的這套江湖新秩序 我覺得跟舊的那個系列 完全差天拱地 香港造型都覺得 好像沒有黑社會造型的感覺 舊那套起碼好些 舊那套都沒有黑社會的造型 舊那套完全沒有的 基本上是賣弄的角色 其實如果你在旺角見一下 MK那些 其實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為什麼 古惑仔當時受到這麼大的衝擊 就是說 人們評擊得這麼厲害 雖然沒有粗口 但是他把整個古惑仔的這一行 英雄化了 包裝到有情有義 是一個行業 其實那個三級的程度 是比你說髒話 還教壞小孩 我覺得 其實他是在推廣這一行 某個程度上 他令到黑社會 在人腦海的印象 美好化了很多 所以內行賺錢 但意識不行 他就不管了 一直拍下去 所以 但是 以氣論氣 我先講一個風氣的問題 我覺得其實 他從第二集開始 走那條線 我不知道跟漫畫是不是一樣 但我已經開始覺得 有點誇張了 第二集我還能接受到 第三集他還是講本土 一到第四、第五集 我覺得他們越來越國際化 我喜歡第六集 聖者為王 他們去日本結婚 山雞 山雞 山雞和那個 不知道什麼組的 女兒結婚 山後組 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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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發生 會有些新鮮感 還有 你可以比對 香港黑社會 日本黑社會 台灣黑社會 很受良 很受良 三者之間 差異 黑幫的世界 每一個特性 越造越宏觀 由香港 一直到台灣 日本 我覺得第六集的內容很豐富 但我覺得他拍到第六集 停了 是一個很理智的做法 因為如果他再拍下去 他又如何 要立美國 立其他地方 黑幫就很不得了 很不得閒 我覺得 都是市場主導 其實 看看年份 第一套和第二套 都同樣是九六年出的 第三 第三 第四 都是九七年的 而第五套 是九八年 九八年之後 其實都冷靜過了冷河 去到二千年才出第六套 其實我覺得 去到第六套 市場已經下跌了很多 你要明白 他為何隔這麼久 再搬出來 他的心態是救市 這個 畢竟是一套 收得的系列 但結果 當時也是一般 香港電影票房 已經在下跌 他要找一些 穩陣的題材 出來救市 所以你看到 古惑仔出來 何歲 我記得 是否龍爭虎鬥 忘記了 總之 何歲 不過我覺得 他 這個系列一直拍下去 他多了一些社會責任 他會開始說 澳南這個角色 有些少許反黑的意識 他不想做黑社會 他不想做黑社會 他轉型了 有第三集還是第四集 然後死了兄弟很傷感 好像從第四集的尾開始 因為第四集就講大天意 謝天華昇的角色就死了 對 還有鄭伊劍在第四集本身 他已經想退出 他勸生雞退出 但是生雞還想衝 淚死了大天意 但是整套戲的 mood 已經是很反黑的 我覺得 跟第一集 第二集是完全兩回事 第一集 第二集是青春無敵 很有前途 做好古惑仔 有情有意 很有幹勁 整天的風格 或者訊息已經轉型了 我覺得 是的 你問我 我覺得頭兩套很好看 我很享受劇情 第三套還不錯 尤其是第三套 玩善情 黎芝死的一幕 是挺好正的 我覺得 是你喜歡他的歌 那一幕是令到我喜歡那首歌 你喜歡磁利根 不是喜歡磁利根 他是漏口 不是磁利根 但《古惑仔》系列出 《古惑仔》系列的珠黎曲都很Hit Hit 但那首歌我特別喜歡 其實那首歌不是那麼多人太喜歡 但那首歌也是比較印象 是《友情歲月》 那首歌是最Hit 然後我覺得 由第四集開始 我感覺上是真的跌渣的 有些閹門 一來 因為說角色有些閹門 我不說角色是否閹門 但我在說劇情走向 他那條公式沒有變過 已經看到 我都知道是被人打巢 然後看看如何去反撲 已經想到他一定有些事情去反撲 所以他要靠死人 他要整死大天意 所以我就開始 不停地整死這些《古惑仔》 他就開始沒有新意 我說拍到第四集已經開始沒有新意 所以就開始第五集要搞到 直接搞國際化 第六集就直接搞日本 就是日本、台灣、香港 三地的黑幫在那裡大鬥發 我已經覺得 有些呃 就是越玩越國際化 其實他頭幾集是推銷友情的 主要頭兩集 第三集推銷友情的 第三集推銷友情的 我覺得第三集推銷友情的 第三集推銷友情的 舒奇那集也是 舒奇那集也是 舒奇那集 那集就推銷黎智 做另一個角色 對 那個是第五集 我覺得最隱瞞 第四集也是推銷友情 第四集就是推銷李嘉欣 所以我已經覺得是很不知想怎樣 我已經覺得是很不知想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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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除了主角配角也有很多值得提一下 我覺得 譬如蔣天生 我覺得任達華做社團大佬是一個亮點來的 當時任達華還是在做小生 在做主角 突然間他來客串做龍頭大佬 就是洪兄坐管 我覺得有一個亮點 到後期又搬到萬子娘出來 我覺得搬到萬子娘出來 這一下就比較絕核 挺划算的 因為萬子娘和任達華相差很遠 其實兩個人的感覺 我覺得是很划算的 我覺得是絕核 大飛那些都很出色 我覺得大飛 海濱 大飛擔了很重要的角色 又是第二集沒有了大飛 就完全不行了 我可否認第一集的角色是很突出的 例如林昆 B哥 這些 這些很吸引 而且你真的很覺得 覺得他真的是黑社會 吳振宇真的做得好 他是不是拿了最佳南配角 那一年 不肯定 要檢查才知道 但我有點不滿 就是他是不是真的沒有什麼人用 就是拍《古惑仔》系列 什麼叫沒有什麼人用 就是他同一個人 在前一集死了 第二集又出來 但又做另一個角色 但我覺得張耀陽 真的做得好 那些是票房的 張耀陽是做得好 張耀陽真的做得好 站出來已經有人討厭了 又監獄風雲吃屎狗開始 他站出來已經沒有好人做 已經有人討厭了 其實應該稱讚他做到那些感覺 第一個樣子已經是癱癱的 再加上他做到的感覺 但其實他演一些比較正派的角色是可以的 其實張耀陽是可以的 這個演員 張耀陽是不是做過兩集 第一集是做過比較瘋喪的 第三集做瘋喪的東星雙虎 其中一個 第四集是做智慧營的 但問題是因為我也是看影碟的 我看完第三集 跟著看第四集的時候 因為兩集很接近而已 我覺得我是不是精神分裂 為何又看到張耀陽的 你看到大B哥出來做笑臉虎你 是 我也有 所以我只是說 為何用來用去都是這批演員 為何你不可以用別人的呢 火牌HIT是不是 有親切感 也要考慮票房 真的 其實很多人可以用的 例如黃光亮也沒有出過的 這類的 其實那些用來的 除了張耀陽還可以 因為他要做打角 是做得好的 笑臉虎都可以 笑臉虎我覺得可以找別人 不一定要找 這些不是那麼重要的角色 其實他都是配 尖東 雙虎 東星雙虎 但他是雙虎裏面的 不是沒有 他是師爺來的 他是樂橋 一文一武的 但還是差一點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用 而且造型不是相差太遠的 那裏才要命 相差太遠 你的樣子是這樣的 笑臉虎 他已經盡量不要展示智雄哥那些紋身 他已經加上眼鏡 很厲害 你覺得謝天華出來做奸角 你能否接受到 一般的 就是大天已經死了之後 他之後那一集 他就出來做奸角 那就是重複又重複 用那些演員 那椒皮 就是 什麼皮 我忘記了 炒皮 炒皮變成椒皮 你能否接受到 這個我又接受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很明顯是 硬炒皮出來 他都是阿平 都是阿平 都是阿平 其實就是 周恩法 馬哥死了變了 Kent 那些人喜歡看這個班底 那他就不停這樣做 應該這樣說 其實因為 朱永棠 由巢皮死了 第二集 用椒皮的身份出來 他就重複同一個角色 所以我會接受 但是他用同一個演員 做第二個角色 我就很混亂 因為那個問題就是 古惑仔那幾套戲出得很密 你出得那麼密的時候 就令到有點亂 其實他是不是想告訴你 古惑仔的個個 其實都是這樣的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所以他就找回一些東西出來 那ANGEL呢 ANGEL 你看過你又怎樣 不如 其實我是有看過的 然後這個星期 你剛才不是說的 不是啊 不是啊 就是我翻看一至六集 因為我會不記得 你翻看完嗎 一至六集 對呀 因為我會不記得 一定不記得 那你有沒有看完之後 有些混亂的感覺 其實我主要看第二集說 然後我點不記得 那其實是有一個回合 就是有一個回合 它其實用回同一個鏡頭 很多都是同一個鏡頭 即是你懷疑他 那六集都是同一時間拍的 不是 就是頭一、第二集 我覺得是同一時間拍的 不會 因為很多鏡頭都是重複的 留意一下 對 是嗎 我覺得不是 因為我再換了 有很多小鏡頭都是出版的 有些空鏡會用舊的 但我相信不需要 因為這些戲很容易拍的 不需要這樣做 其中有些你一定看到replace的 例如去那個堂口開會 那一定是那個鏡頭 一定是拿回同樣的東西 其實搞得很混淆 但你去那個堂口開會 你沒理由拍到別的樣子 一次過看完六集就覺得自己好像在看電視劇 我不是一次過一天都看完 所以我覺得 都是一個星期都看完 看到我有沒有看過這一集 有些精神分裂 很明顯是會有的 有些東西是會看過的 一來他的戲鬼是很像的 其實套到戲的架構也很像 除了第一集有些不同之外 由第二集到第六集 那個架構也很像的 所以你會有一點混亂 是正常的 尤其是你這麼近 一個星期之內熟了六套 我當你一人一套 都很近 所以不是奇事 其實我自己覺得 古學仔最大的貢獻 提供了一些 我們那個觀影樂趣 觀影樂趣 包括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一些同齡回憶 另一種就是 他可以在這些角色之中 發揮另外 我想說的就是 剛才肥龍說的外傳 外傳包括很多 我自己最喜歡看的 就是九龍冰室 或者是飛沙風中傳 我覺得這兩套 他是用一個比較滑溪的手法來拍的 九龍冰室不是滑溪 就是某些場面 他都不是很強調 他那些打打殺殺的 我覺得這兩套 都會說得出 那種做古學仔的 那種 悲哀 落幕心態 即是到晚期 即是到晚期 那個遭遇 其實九龍冰室 我想這個也有 都有一些警示作用 我看完《古學仔》系列 看《九龍冰室》 也是鄭醫健演的 但整套戲的感覺 是很灰的 一直到達到結局 我都覺得很灰的 跟之前看《古學仔》系列 很不同 看導演 你說外傳其實有很多套 譬如新《古學仔》 謝霆峰演的那套 少年激鬥片 那套值得說說 因為他真的找謝霆峰 扮鄭醫健 感覺有幾次 當年我也覺得 雖然其他角色 就不出名 那些 很明顯是專門賣謝霆峰的這一套 我覺得 因為他是中華英雄 謝霆峰已經是做鄭醫健的兒子 現在來到少年激鬥片 很明正言順 他做回浩南 其實也是一個 是不是謝霆峰第一套 不是吧 好像不是 但是當年謝霆峰拍這套的時候 他是自己不能進戲院看的 因為他是年紀不夠 不夠清進戲院看的 我記得這段新聞 他自己看不到首映 因為三級片 他不能進戲院看的 他當時 但是 他的感覺真的挺好的 其實他拍過出來 OK的 這套少年激鬥片 OK的 洪卿十三妹妹都OK的 我也看過 大飛哥我沒看過 其實有兩套 一套就是洪卿大飛哥 和友情歲月山雞故事 這兩套我都沒看過 我看了洪卿十三妹妹 我覺得值得一看 因為我很喜歡三姑 I mean 吳君如 他的角色真的很好 他裡面包括了愛情 友情 講義氣 所有什麼都包括了 在一套戲裡面 真的挺好的 你看到外傳都包括了 之前說江湖新秩序 有一套都包括了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包括了 你會看得很順 很舒服 即是 不是說舒服到他 即是不理會那些 即是不理會那些 是說劇情 你會覺得很接受 即是不會覺得很混淆 因為十三妹妹是女性 她可以代入 其實她真的是一個女生 回到香港的時候 有沒有去波蘭街 找找她 但她剛才說其他的外傳電影 其實跟古阿仔的故事是 沒有直接關係的 其實跟那些角色沒有什麼大關係 用香港的江湖漫畫去改編而已 但那些故事跟古阿仔漫畫也是沒有關係的 只不過是跟風拍的東西 即是用江湖漫畫去改編江湖電影 裡面的角色是不太大關係的 不是喔 不是 有些有關係 是說其他 因為我在Wikipedia 找到一個 她說那套漫畫 跟著就說了幾套正傳的 本傳的故事 然後有幾套她就說是正外傳 然後另外還分了做外傳 正外傳剛才說的幾套 跟原裝古阿仔的故事是有關係的 而其他的外傳故事 有部份是不太大 硬硬將它歸納 不能說 都是黑社會電影 就像阿Sam那樣說 我想他沒有黃飛鴻那樣統一 那一定不會 那黃飛鴻那些很明顯就是賣給他那些人 那一定是有關係的 黃飛鴻那些故事都沒有新意 雜雜都是一樣 黃飛鴻那些 黃飛鴻呢 他每一次面對 即是我說新的那些 但他也拍了一百集 我不說舊的那些 李連傑那些 起碼每一次面對的敵人 都有些新意思 在動作場面那裡 都有些不同的感覺 雖然我的想法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 反正 古惑仔是做了一個風氣的 無論這個風氣是好還是不好 我們都不否認 它是足以影響香港社會 那些年輕人的行為那種心態 會的 其實當年影響到很多中學生 尤其是 那個正義英雄 但是英雄得利 又是關黑社會的那種感覺 是出來了 如果你有興趣研究港產片 古惑仔是你一定是不可以錯過的 還有 雖然我說第四集開始有點跌落 但其實六套的感覺 看上去都是OK的 即是享受的 統一 不是 即是不要享受的 如果你叫我重新看一次的話 我是不會覺得很煙門 不想看的 我都會覺得 看多一次模仿那一隻的心態 我還覺得 後來杜其鋒拍黑社會的電影 很大程度上都是承接著 古惑仔的風氣 不同風格 即是不同風格 但是題材 或者故事內容 其實都是差不多 即影響到它 只不過是 杜其鋒比較成熟一點 成熟一點的 就不是古惑仔的大老級 大哥級或者宿姑輩 其實香港電影 古惑仔系列之前已經有黑幫電影 當然 不過就是古惑仔是零創的類 他年輕化了 將黑幫電影年輕化了 你說黑幫電影有周圓發的 周圓發那些 什麼我在黑社會的日子 那些已經是比較文藝了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黑幫電影 以前的黑幫電影是偏向英雄片多 不是 還有最大的特色就是實地化 尤其是 它是直接在銅鑼灣、灣仔、桑拿 大家都是熟悉那些地方 所以比你的真實感和親切感 就是強烈很多 江湖片或者黑幫片 一直都是港產片的一個潮流 我想問大家知不知道 古惑仔這個漫畫是哪個作者 牛佬 其實我覺得牛佬很成功 就是創造這個古惑仔系列 他雖然有英雄主義 但是他不會超人化這班英雄 就是說他們都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去到某些情況 他們是需要找其他人去幫忙的 那他的牛佬是在香港漫畫裏面 創造了一個品牌出來的 在黃玉郎和馬榮成以外 他無論是畫風和故事 都是另創一格的 不過說回電影 我覺得黑幫電影是香港電影的其中一個主流 而早期《古惑仔》系列未出之前 香港的黑幫電影都是傾向英雄片多 英雄主義、英雄片、槍戰 去到《古惑仔》的時候 他就把這類江湖電影青春化了 還有人性化了 還有時代感重了 就是把《古惑仔》帶去另一個層次 或者另一個風格 然後之後就繼續有很多 將整個香港的黑幫電影 轉型之後的 至少你是主角級的 不會說永遠都不死 不會拿雙槍 一來 而且他們不會說不死 永遠打不死 《古惑仔》第一集已經說 《古惑仔》是被人扔死了 對 早一期周恩發留德華 去到鄭伊健打後 已經是另一個風格出來了 對 變了有血有肉很多 所以其實 帶給觀眾 其實有些新鮮感 開頭一出來 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找他出來說 對 有他的討論價值 其實這樣 說真的 《古惑仔》系列 真的要再說下去 很多東西還值得去研究去說 不過 今天時間真的過了 我想問大家 還有什麼補充 用短短的時間 一兩分鐘 去補充 如果沒有 我們就結束今天的節目 有沒有 沒有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也預告一下 下個星期 我們就不會這麼血腥暴力 我們就文藝化一點 OK 記不記得下個星期我們會說什麼呢 我們訂了 天文物 對 講回一套 愛情感重一點的劇情片 文藝片多一點的電影 為什麼會這樣反應 愛情片 我還沒看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再補充一次 我會多看一次的 我看過很多東西都錯過了 我找不到這套 結果我買了一個日本版的 日本版的DVD 日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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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有趣 不是 講中文 日本出的 封面是日本的 對 Anyways 我們下個星期就講甜蜜蜜 看下個星期 我們誰看了Star Trek 可以 講講 Sam說必看 Sam 是不是Sam 醒醒 醒醒 回家了 OK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我是陳華豪 我是趙錦榮 我是周成康 每個星期五都會在一clickradio節目 華山論劍碰面 他們個個唇槍舌驗 論盡天下正事 各位華山論劍到時見 www.一clicksoeasy.com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一clickradio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so easy